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老船長 你今天怎麼穿的跟平常都不一樣 週末假日 一整年裡面 我偶爾會有一次 沒有穿上我的船長服 所以也難怪大家看不習慣 對不對 那他穿這樣子你們就習慣嗎 對不對 屁股還露出來咧 穿著打扮不重要 人不要太在乎外表的事情 各位看那個已故的前蘋果執行長 賈博斯他就穿一條牛仔褲 然後上身穿個T恤 是不是 時代不一樣了 你看看 尤其台灣現在天氣這麼熱 哇 你要穿西裝打領帶再穿上外套 我跟你們講啦 這個你們看很多頭褲老師 上半身都是穿西裝打領帶 下半身穿拖鞋短褲啦 對不對 沒辦法 因為有些人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那麼放得開 那我做節目來講的話 我通常都是穿上這個我所謂的船長服啊 讓大家辨識度很高 一看就知道 哎呀老船長 好啦 那我今天稍微輕鬆一下 大盤在昨天星期四看起來 一副要死掉的樣子 我相信空頭老蘇的內心很喜悅啊 但是哦 好奇怪哦 今天台北股市似乎啊 似乎啊 又不要死了 有沒有 我不要死啊 本來一副要怎麼樣 死 死 死 但是呢 又留了長長的上限 所以投資人很擔心啦 創了短線 哎 不要亂來哦 台北股市啊 它是創了短線的新高耶 這裡不要算 台北股市創了短線的新高 但是哦 收盤沒有收在怎麼樣 新高 哦 比這邊 比這邊還要低 所以這個地方哦 下個禮拜 很重要 如果哦 台北股市下個禮拜哦 不能夠往上走的話 哎 它如果往下走的話 那很抱歉哦 這個點可能就是哦 這一波的最高點 你把我的話記起來哦 所以下個禮拜一定要繼續供 供上去的話 那個要再下來時間要混很久 大家不用擔心啦 但是哦 下個禮拜如果直接下來的話 那就招了一個高 玩了一個蛋 代表這個地方就是右肩啦 這裡是左肩啦 這裡就是怎麼樣 右肩 因為今天台北股是攻嘛 對不對 你攻完之後發現 啊 去買的都是傻瓜 那 我請問大家 這裡不就是另外一個頭部嗎 如果是會再繼續往上攻 那去買的都怎麼樣 都等著賺錢嘛 哎老船長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這個大盤下個禮拜會不會繼續供 我跟大家說哦 我如果把你們當豬腦袋 我就說 一定攻的啊 而且會長到怎麼樣 外太空啊 你們看其他投顧節目 不是都是這樣幹嗎 那底下就說要崩盤啊 漲就說怎麼樣 要攻到怎麼樣 外太空啊 可是你們看我的節目 我不會 因為大家要知道 影響大盤的因素 你們知道有多少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 哎老船長 好像各國的股市 尤其美國啊 歐洲啊 什麼韓國日本都會影響哦 哎 那是國家的股票市場會影響我們 沒有錯 還有對岸的股市 對不對 啊我們這個股票是由 1700檔來算好了 影響這個大盤 那個因素有多少 你的老師 他全部都可以掌控 而且省準預測 我跟你講你們以後啊 從今以後 不要再被騙了 因為不是往上就是往下嘛 所以這個叫做投顧老師的對讀 他們知道你喜歡聽什麼 你們喜歡聽會往上走對不對 他就告訴你下個禮拜一定會攻 你們知道檯面上有幾個老師是專門幹這種事 他每一次都說怎麼樣 明天要絕地大反攻 後來沒有 然後就改後天的節目 就一直變一直騙 明白嗎 我不要點名誰啦 你們印象中馬上從你的腦海會跳出來 是什麼分析師 你應該心裡很清楚 他們用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如果把這個大盤 把它縮小範圍 老船長就比較有把握囉 那我這樣子分析有沒有比較誠懇 有沒有比較實在 好像是老船長 如果你要講全部的話 那只有神知道 你如果只要講一個類股 幾檔股票 這個我們覺得合情合理 好 那如果說這個邏輯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一下被動元件 我昨天就已經提出警告 禮拜四各位看我的節目 我說被動元件準備大跌 今天禮拜五 昨天禮拜四不要賴皮 自己去YouTube再看一次 測標寫的十分清楚 沒有閃躲 我星期四就說被動元件準備大跌 那今天禮拜五 老船長被動元件還沒有大跌 準備大跌不是模糊空間 而表示我不詐騙 我們沒有辦法抓到說 哪一天幾點幾分 他一定會怎麼樣 老船長是跟你們講一個趨勢 來提醒來警告 手上有被動元件 這樣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們懂意思了 好啊那老船長你說說看 我們就拿今天禮拜五來講 今天禮拜五台北股市是怎麼樣 是上漲的 而且是怎麼樣 漲幅也不能算小對不對 雖然尾盤壓下來還漲了七十幾點 成交量有1200多億 那請問大家應該漲什麼 喔電子股 沒有錯吧 你台北股市要供 昨天看起來本來要死嘛 沒有死今天供上去 那尾盤壓下來啊 那你們手上最多的股票不用講就是被動元件嘛 你們最愛做電子股 手上最多的也是怎麼樣 電子股的被動元件沒有錯吧 我們來看一下國巨 因為國巨它曾經是被動元件的股王嘛 漲到1310塊 我們講它比較具有代表性 好 今天星期五 大盤供電子股應該要供 對不對 一開盤 套了一些投資朋友 然後怎麼樣 往下走 老船長這個跌幅不中耶 重點不是在跌幅重不中 重點是 這一支股票 各位看它的線型 十分的恐怖啊 這個比驚悚片還恐怖啊 今天禮拜五收盤了 國巨越來越像怎麼樣 一座山 這是不是像一個山頭 對不對 那老船長 他還沒有下來破這邊啊 給你們看喔 他還沒下來破這邊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跟你說 他破這裡的機率非常大 大家明不明白 可是老船長這樣看 那跌很多啦 那我請問大家 國巨為什麼會從這邊漲到這裡 老船長我知道啦 就是你們 你之前分析的嘛 因為大家都不做被動元件 所以怎麼樣 全世界呢 像國巨這種被動元件的大廠就不多了 然後他撐下去的結果就是 欸 汽車 車用電子的這個 我們知道電動車越來越普及嘛 需要用到大量的被動元件 手機用到被動元件的顆粒也越來越多 不要講什麼筆電啊 一般的電腦那個不重要 那這些因素讓國巨漲到1300億啊 那如果這些因素喔 老船長 這些因素沒有消失啊 那個電動車越來越蓬勃啊 喔 手機還是繼續怎麼樣 再出新款的啊 這些因素沒有消失啊 各位就沒有聽懂我的分析重點 當初大家都倒閉倒了差不多了 全世界的大廠不多了 聽得懂嗎 現在啊 如雨後春筍般 大家都爭相投產被動元件 因為看到國巨這樣漲嘛 看到市場上又對被動元件需求嘛 當初都倒光光了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來生產了 那你國巨還有辦法賺那麼多錢嗎 你還是獨門生意嗎 不是嘛 開始跌 EPS往下走 股價當然往下走 毛利率 營業率都在往下走 那如果又回到了從前 大家都跑進來做被動元件 當年會倒就是因為大家都跑來做 因為被動元件的門檻非常低嘛 對不對 所以幾乎小廠都可以跑進來競爭的結果呢 所以才造成了以前被動元件倒的倒 股價都剩下多少 十幾塊 那現在呢 如果再發生這種事情 各位觀眾 老船長不要這樣啦 太殘忍了 不要再 好啦 我不是在助衰小朋友 我是在講一個現在進行事 正在發生的事情 證據呢 在這裡 國巨的營收啊 有沒有 開始往下走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再看 它的 六十幾趴的毛利率 盪到四十幾趴 它的營業率從五十五趴 腰斬到二十幾趴 那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完全Bingo 嘿老船長真的耶 這個不是鬼故事耶 你講的好像是真的耶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先喝一口水 導播 81010630 81010630 湖海浮沉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在 就讓紅村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大部分的分析師 以及投資朋友 怎麼想 怎麼看國巨 我都知道 國巨 第一季還有六塊耶 今年喔 腳拉拉 也大概有 差不多兩個股本左右 股價現在兩百多 賺兩個股本的話 本益比也十幾倍啊 古海老船長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欸 頭顧老師 是不是都這樣告訴你們的 對啊 你自己也這麼想對不對 沒有錯啊 好 好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如果 如果啊 大家注意看 我把這個線移開一點 如果 像 骨海老船長講的 他真的都是在怎麼樣 EPS往下走 營運率 毛利率都在往下走 請問股價會不會往下走 廢話嘛 一定會往下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他現在就定在這邊不動了 以後啊 國具就是喔 至少兩個股本以上 EPS 那沒話講 他還有機會怎麼樣 欸 說他以後EPS 又可以重返八十塊 這裡搞不好都解套 對不對 問題是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 不可能嘛 我跟大家講不可能 因為 國具 做的是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的跨路門檻不高 不像台積電 台積電要蓋一個晶圓廠幾千億啊 不是一般的小公司 而且就算你蓋好了 你有這麼多錢 你沒有訂單 訂單掌握在台積電的手裡 這些都是產業分析啊 一般的研究員不懂的 大家明白嗎 喔 老船長 原來是這樣子喔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 完完全全類似國具 而最後真的發生這種慘狀 給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相信了 沒有問題 老天爺啊 已經啊 早就啊 指示大家了 看一下 2498 這是宏達電 我們來看一下宏達電 等一下 周線 看周線就可以了 這個是宏達電的周線 很巧 宏達電也是漲到一千三百多 然後呢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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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喔 曾經這邊還有個大反彈喔 以為宏達電重返榮耀喔 那一段日子很多分析師喔 告訴人家趕快買宏達電 結果怎麼樣 死更慘 這邊 盤整之後 很多人告訴你宏達電重返榮耀 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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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剩多少 一千三百多的股票 現在剩三十幾塊 為了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獲利的 那個是 業外收益喔 不要相信啦 這個賺一個股本 這個打差 這個不要相信 你看 這還有兩個股本 到最後只變一個股本 這個不要相信 真正是這樣 各位看 第一劑賠快三塊 宏達電 表示怎麼樣 它如果沒有業外收益 它已經是長年虧損 那請問宏達電有沒有競爭對手 多啦 做智慧型手機 對不對 它是數一數二的 第一家 第二家 前三家一定有嘛 所以它漲到一千三百多 可是呢 當大家 彼此競爭 覺得這個很好賺 大家都來研發智慧型手機 哇 出了一大堆 當年的什麼毅力信 什麼Nokia 什麼 哇 不得了了 競爭一出來 你的EPS 毛利率 營業率 一定會往下盪 除非 除非 比如你像蘋果一樣 你已經做到精品了 已經養了一批死中的果粉了 那蘋果講難聽一點 出一支爛手機 大家也搶著要買 所以說蘋果的獲利還不錯 不過連蘋果現在獲利也不行了 大家知道嘛 這個就是消價競爭 還有越來越多人投入的結果 那你說你要做 一個智慧型手機的這個 國際大廠 你要多少資金啊 對不對 那種那麼難的 大家還是都進來 結果怎麼樣 一起死 那個 被動元件要進來的話 就更容易囉 那你看 宏達電以前 以前EPS 也有高達78塊 國際去年賺80 宏達電EPS 78 差不多嘛 但是呢 宏達電 開始 長年虧損之後 股價剩30幾 老船長你的意思是說 國際也會長年虧損 我沒有這麼講 我只是告訴你們 這個產業分析 你要去注意的是 它是不是又會怎麼樣 從寡讚變成怎麼樣 大家完全競爭的市場 這個其實在經濟學都有教 可能各位沒有去念經濟學 那也不能夠怪大家 那我跟你講 我用最白話的方式 來跟你說 這一條街很熱鬧 人很多 開了一家麵店 因為這一條街 只有一家麵店 哇 那個大排長龍吃 每天要吃到很困難 老闆賺得怎麼樣 笑哈哈 沒錯吧 也許他麵煮的 也不是很好吃 但是這一條街呢 就他一家 接著 哇大家看生意這麼好 第二家 第三家第四家 結果開了一二十家 本來從賺到笑呵呵 到怎麼樣 關店 因為賠錢的嘛 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沒人做嘛 這個各位觀眾 它就是一個轉變 你們要去觀察 產業的轉變 而不是聽頭顧老師胡說八道 哎呀國劇啊 你看那 怎麼可以看衰它 對不對 EPS今年還兩個股本的話 它現在兩百多塊 便宜啊 對 這個就是完全不懂 產業分析的頭顧老師 也難怪 他也知道你們的心態 他為了怎麼樣 從一千三百多 跌到兩百多的國具 他為了招收最後最後一批的 豬腦袋 他就怎麼樣 投其所好 就是你想聽什麼 你愛聽什麼 你相信什麼 他講給你聽 其實他們也知道 你心裡面在想什麼 或許他們也懂 這個產業的分析 像我剛剛分析的一樣 但是他們為了要招收會員 當然要出賣良心啊 對不對 有些話聽起來 好像他也蠻專業的 其實專業有真的專業 跟假的專業 就像人家講 專家也有兩種 一種叫專門騙人家 真的耶 老船長 今天聽你這樣講完的話 覺得好恐怖喔 國具 他有沒有有一天 他有沒有可能 他EPS也變成負的 各位觀眾 我只問一句話 以前國具EPS有沒有負的 哇 對嘛 所以有些產業 它是 曾經輝煌一時 或者是怎麼樣 大家一股腦 我們再講太陽能 哇太陽能多好 你看看 只要把這個基礎建設建好了 以後就是太陽 只要有照起來 就免費的 賺翻了 連台積電也去投資 怎麼樣 太陽能 結果大家都慘賠啊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 其實太陽能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全世界一股 那個澳門來的蛋塔有沒有 哇一開始也是啊 一窩蜂啊 砰 後來全倒 前面也許有賺到錢的 後面全倒 你把這種吃的東西 把它放到電子產業也是一樣 我跟大家講 人世間很多事情是換湯不換藥 你不要以為 日常生活跟股市沒有關係 我跟大家講 息息相關 對不對 那你們看到人生 有這麼多的教訓 你們也應該 把它放到股票市場來思考 這奇怪 國際怎麼會 從一千三百一十塊一直跌 跌到兩百多 還再跌還不漲 你們就應該要去想 過去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老船長一再的提醒我們宏達電 就是最佳的怎麼樣 戒證 所以我希望你們手上有被動原件的觀眾朋友 你不要去相信人家跟你說 你操作被動原件都輸錢 我呢很厲害 我呢一定是低買 一定是高賣被動原件 來號召大家來找他 你們會輸呢 除了不會低買高賣 你們是因為不會算被動原件的股價 要怎麼走 那他是算得出來的 可以預算 這種金光黨加詐騙集團 急於一生的頭顧老師 市面上很多 你去參加以後 你發現絕對不是低買高賣 他也沒有辦法預算出來 也是怎麼樣 一個字 因為孤海老船長早就講了嘛 對不對 這個是周線啊 我們再把它怎麼樣 變成日線啊 孤海老船長早就說了嘛 對不對 大盤今天大漲啊 你國際跌最多的 電子股跌最多的 EPS這麼高 不但今天不漲還跌 大家沒話講吧 不然你給我一個理由啊 我也想聽聽看啊 所以不要意氣用事說 我跟他拼了 對不對 再跌再買 再跌再買 最後怎麼樣 越貪越平 你如果剩的錢不多 沒關係 你做一個換股的操作 我要利用這個週末假日 特別寫這樣的測標 就是因為我看太多的朋友 有些老師私底下也是我的朋友 他們怎麼樣 一直在抓投資人的心 你們在想什麼 我就怎麼樣 來怎麼樣 招收會員啊 因為在他們心裡面 只要有被動元件股票的 這些投資人 都是豬腦袋啊 對不對 1300跌到 200多還在抱著 他們一定認為 有的人一定是豬腦袋嘛 對不對 做股票不是要顏色挺損嗎 你1300跌到1200 都已經不得了 早就1000 其實應該跌破1300塊 大概1280就要停損了 停損出來要等它止跌 對不對 它一直沒有止跌 你就不要進去 何況是現在跌到200多 還在跌啊 是不是 有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懂得換股操作 你換什麼股票 我不給你意見 免得你說 我有嫌疑 或怎麼樣 都沒有 這個週末假日 純粹良心事業 也沒有要招收會員 我們也從來不買被動元件 只是老船長看不過去的 也不希望未來 宏達電這樣的慘狀 再度發生在 有被動元件股票的 投資朋友身上 因為你們已經太苦太苦太苦了 您說是不是呢 感謝各位收看 下週一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緊急收集的資料 只要集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致負投資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